這部影片我們將來介紹如何使用Duck來建立以及使用Image 第一部分我們將來介紹在一般的布板狀況下 我們是如何將程式以及環境透過安裝的方式把它建立起來 甚至我們將用React的一個專案配合Node.js的環境來建立以下的步驟 那我們現在到你所在的程式的來源地方 複製下它的連結 找到你的Terminal 把它Git clone下來 下載好之後我們就有一個專案可以使用 再來我們去下載專案所需要的環境 在這邊就是Node.js 我本身是Mac的OS環境 所以下載這個 之前已經下載也安裝好了 所以我將直接使用 接下來我們到下面步驟 我們將透過以下的步驟來把我們的程式run起來 那一樣回到Terminal 依照以下步驟來進行 首先 npm install 去下載所有跟這個專案有關的Library 完成後我們再執行npm start 啟動這個程式 那看到我們程式已經成功起來 以上這些步驟就是在我們一般沒有Duck的狀況下 我們所需經過的布板流程 接下來我們將利用Duck 把上面這些整個步驟包裝成image 也就是說 我們會將環境 利用別人做好的一個Node.js image 來用到我們之後的新的image中 同時我們也會將我們的APP程式放過來 以上的一些指令布板流程也放過來 這三個項目我們將透過一個叫做Duck file的設定檔 來幫我們融合在一起 這個影片將不會細細部介紹Duck file的狀況 透過Duck file我們將可以透過一個Duck image build指令 幫我們建出一個新的image 這個image將包括了我們的Source code 環境以及建立啟動指令 我們將曲名叫MyReactApp 接下來我們進到實作部分 首先因為我們要使用Duck 我們必須確保我們有Duck的 Engine已經啟動 所以在這邊先啟動它 右上角可以看到Duck is running 代表我們已經可以使用 接下來我們進行 建立image的步驟 一樣回到我們的 temen了 然後我們現在 打下指令 Duck image file -t代表我們要給它一個tag 接下來是給它的名字 這個新的image的名字 tag版號 最後再加上一個點 代表我們要copy現在位置下這個專案 那我們現在完成了Duck image的建立 在這邊可以看到這裡有六個步驟 也就是根據我們在 大顆file上面所指定的方式進行 接下來我們將透過 Duck image ls的方式來檢查 我們是否已經建了 的確 這個MyReactApp 就是我們新建立的APP 新建立的image 那我們現在有了一個新的image 我們現在回來比較 這是左邊是我們一般 布板的所需要經過的繁雜流程 那接下來看到右邊 如果你有辦法透過任何方式 拿到image 或是你透過USB 或是你透過雲端 或是任何方式 只要你能拿到這個新的image 你現在的布板流程 將會簡化成一個指令 並且互通在任何的OS上 那接下來我們來實際 來跑這個新的image 指令打 Acker Container Raw Augment第一個 publish 用來mapping我們主機的port 到Container底下的port 主機我們外面將用8080來連結它 也就是我們等一下將用 用瀏覽器的8080來連結內部的程式 React的專案通常是3000的port來開 所以我們要連結到內部的3000port 給它detach的 argument 讓它在背景程式旁 最後給它一個name 不是必要的 但方便我們看 最後我們要specify 指定我們image的圈名 以及它的檔號 執行 那我們透過 AttackContainer LS 來看我們的container 是不是真的在跑 那有看到它已經跑了 我們現在將回到瀏覽器上去實際的 確認是否真的已執行 localhost 我們剛剛mapping到8080 成功的看到了這個專案啟動 那以上 就是我們用Dock 來幫助我們布板的流程 簡化成一步 跨越各個OS 影片到這邊結束 影片到這邊結束